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杜菲花 现在进入了区业份不少 花友都不知道要怎样养护它 才能让它安阳地度过这个炎夜的夏天 因为在高温高虚的季节 如果我们养护不当 就很容易使花苞掉落或者是削包的现象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介绍日常养护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水分 杜菲花的根性虽然强大 但是它的根性非常牵势 因为它对水分十分敏感 它旱耐烙 所以我们水分充足 但是又不能盆土积水 为了保证杜菲花的正常生长 还需要一个相对应的湿度条件 较高的空气湿度 可相应地减少根性湿水的不足 特别是在城市积住 在阳台养护的杜菲花 就是因为空气湿度过低 使这些叶色湿长 还有就是老化脱落的现象 为了满足其生长需求 我们就对环境的湿度进行人工调节 如果我们常在周围给它喷洒些水物 这样就可以为杜菲花 创造好一个良好的虚润环境 让杜菲花生长 这样才有利于它正常生长 第二 施肥杜菲花的根性比较牵势 施肥能力比较弱 过量的给它施肥 或者是浓肥的话 它就会失收不完这些肥水 就会造成了肥害 导致蜘蛛枯死 施肥不但还会滋生大量的有害微生物 导致土氧缺氧 需根据继续而死 所以我们就要把握好 薄肥群虚的原则 施肥 这样才不会对杜菲花的伤害 我们在这个7月份 给杜菲花施肥的话 使用磷酸二氢钾 就要给它翻一翻倍数 这样才不会造成杜菲花的伤害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杜菲花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